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本来就是一个死胡同来的 最近美股为什么有这么波动呢? 会不会因为出现了不少的纪录数字呢? 包括上星期五公布5月的通胀率 年增长到8.6% 这是8.1年12月以来最大的升幅 核心通胀也到6% 两个数字都高于预期 包括食品、天然气、能源价格的飙升 造成这样的高通胀率上升 燃料价格在过去一年不知不觉已经上升了超过一倍了 星期五晚另外一个受关注的默契根消费者情绪指标 只是公布在50.2% 和去年比较下跌了超过40% 消费者信心 这是说由七、八年以来调查数据 最低的数值 比新冠疫情爆发更低 甚至比08金融风暴最低的 甚至比81年上次的通胀率 最高到10%以上的时候 表示现在的高通胀 已经开始在影响消费者的意欲 哇!真的很久了 那时候还在读书还没工作 五个月之前 一月初的时候我们在说预计 美联储快将造入 暴入这个死胡同 就是说今天会看到这样的局面 上星期五我们看到40年最高的通胀率 另外一边是44年最低的消费者信心 正好画了一幅现在越来越黑暗的经济环境 给大家看到 虽然现在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 现在好像在阻止经济衰退来临 但其实越来越多的经济师都认为 美国现在正处于一些技术性衰退之中 可能大家都还没意识到 或者要等待到七月底公布 到时最早公布第二季的GDP数值 再是负的时候 就进入了一些经济衰退了 一个月前我们也说了美联储正在 制造滞涨 鲍威尔造成股灾 美联储太迟叫停的无限量宽 三月中才停止 启动的加息也要太慢 量化的紧肃现在是刚刚才开始 还有很多原因造成的通胀 怎样才可以停止呢? 开始有人说农民都被剝削了很多年 可能现在就是他们革命的时候 大家小心农产品下一波大产上的价格 拜登在上星期五公布了CPI之后又说 他表示降低物价是现任政府的首要任务 并且花了很长时间批评埃克森石油的Exxon 他认为他们拥有 超过9000个转探许可证 但是并没有使用 因为油公司希望供应不足而令到价格上升 其实这个逻辑也很正常 他进一步指责油公司 并没有用资源去转探的原因 是因为用了在自己回购自己的股票 托高股价 他相信油公司应该被要求为股票回购而纳税 这一分钟假设我做油公司的发言人 我这样回答 大哥 开彩油井可能是预计30-50年的使用 现在你有这么多的绿色措施 可能是说在十年后开始 你是油公司老板你会怎么做 另外你说企业回购要纳税 是不是也罵了 但是博士博士不用多钱去R&D 而是加大自己的回购金额 去到900亿今年 到底美股的问题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 另外 最近两个月也有激烈讨论的议题 就是白宫现在正在审查前总统特朗普 在任时期对中国征收的关税 并且可能会考虑放弃这些关税准备舒缓通胀 现在这个新闻已经是一个月前 仍然有所等待 通胀现在到了41年高位 美国政府和美联储 都好像犯了同一个后知后觉的毛病 或者真的要等到通胀率升到双位数字才可以实行 上周四欧洲央行宣布 预告7月会加息 四分一来之后 今个星期市场的焦点将会是 星期三美联储会加息 星期四英伦银行又会加息 一波接着一波 加息加息加息 预告星期二 我会说中国和美国在过去一年 和未来的投资环境的改变 敬请到时密切留意 我会在PATREON的版本里继续说这几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视频里面的PATREON连结 支持九哥 看看我所分享的更多的详细市场分析吧